周五康瑞台风已经减弱成了热带风暴 在台湾登陆之后向北偏东方来移动 给福建跟江苏等地区带来了强降雨 宁波跟温州多地淹水 内涝相当严重 周五强台风康瑞在福建江苏近岸海域 向北偏东方向移动 一路为沿岸省份带来强风暴雨 在浙江宁波到11月1日实时为止 平均雨量为147.6毫米 永江 凤化江等水域涨水严重 江面上的大桥底部泡在水中 沿岸铁路客运一度停运 宁波市内多地泡水 车辆被淹没 周边乡镇也不同程度淹水 大水冲入居民家中 台风康瑞还引发了江苏浙江多地暴雨 城墙被淹 车辆只能在水中行进 农作物被大水吞没 损失难以估算 画面显示 浙江温州的平阳坡南街变成了河道 大水漫过护栏 当地时间周五下午3点 台风康瑞中心距离浙江省温里市 东偏北方向约85公里处 继续向东北方向快速移动 目前已逐渐远离浙江沿海 预计未来两天 江苏上海浙江等地局地仍有大暴雨 另外海南省继续饱受暴雨肆虐 加上中共当局持续泄洪 多个县市居民被大水围困 交通阻断 只能捞起水上漂浮的方便面等食品冲击 新唐人电视台记者 于良 王彦乔综合报道